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聊聊性交易的各種爭議 我想先請大家回想一下 你們在學校的時候是不是都會聽過老師 會向大家宣導性交易是違法的 而且還會說他破壞了善良風俗文化呢?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其實對性交易的爭議還是充滿了各種好奇 其實是有的時候也會講說 欸,為什麼性交易是不好的呢? 難道性交易真的很邪惡嗎? 為了對性交易有更多的認識 首先我們可以先簡單的來了解一下 性交易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其實在過去是有合法的性交易營業場所的 像是北投、萬華、大稻埕等地 都有出現過性工作產業 不同於為領友執照從事非法性工作的私倉 那些領友合法執照的性工作者就被稱為工廠 不過後來政府便開始朝減少工廠的方向能力 以台北市為例 1997年台北市議會通過了 廢除台北市管理長期辦法 而這樣辦法其實是當地 允許性工作者合法職業的法源依據 也因此台北市的工廠開始迅速的沒落 到了2001年時就達到了完全的廢除 至於那些失去工作的工廠們 剛開始組成意見團體進行一系列抗爭 企圖挽回自己失去的工作權 如果是直接看目前的法規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 只有在政府許可的營業場所中辦理登記 申請執照後才能合法經營性交易產業 但實際上根本沒有地方政府敢跳出來 規劃一個營業專區 這又導致性交易實質上仍然不能合法化 也使得非法性交易所產生的問題繼續存在 那麼非法性交易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呢? 首先,由於性工作者必須躲避警方的查契 所以當性工作者遇到交易糾紛 甚至被奧給欺負、搶劫的時候 他們實際上也不敢報警 否則自己就會被跟著一起罰辦 而且性交易都在秘密空間下進行 這也使得這類的交易糾紛 更容易產生無形中增加了性工作者的風險 讓這些底層的性工作者的勞動主境變得更加危險 另外,也因為不能被警方逮到證據 所以性工作者可能選擇不做安全措施 例如不使用保險套進而導致公共衛生難以維護 成為散播性病的源頭 其次,也由於是非法的經營 所以可能助長了業者向警罰關收、賄賂的風氣 進一步產生了執法人員的貪腐問題 這樣看起來性交易產業如果沒有真正獲得合法化 確實是會產生一些問題的 但為什麼還是有人反對合法化呢? 有一派的人便認為如果讓性交易合法化 就表示我們同意將性視為一種工具 而由於大多數的性工作者都是女性 這讓他們變得更容易被疑病的誤化 進而失去個人的尊嚴 此外,在性交易的產業結構當中 消費者通常是男性 而性工作者往往是經濟弱勢的女性 根據調查,多數的性工作者承認 如果當時還有其他的選擇 自己並不會從事性相關工作 也因此,有人擔心性交易的合法化 會擴大男性對弱勢女性的剝削 另外,也有人是從性行為本身的意義與價值 去反對性交易合法化 而破壞善良風俗就是這一派的人會提出的理由 對他們而言,一個人應該只能和交往中的對象從事性行為 因為性行為是戀愛關係下的產物 應該是私密、隱晦、不該被公開談論與推廣的事情 如果將性交易合法化 就代表社會肯定性工作是一項正當的職業 肯定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其他人發生性關係 而讓社會的價值觀受到的抜去 甚至也有一些宗教信仰者認為 只有進入婚姻關係的雙方才能發生性關係 而所有婚姻外的性行為都是不道德的 因此這一派的人會很自然而然地去反對性交易合法化 因為當你已婚時 你就只能和伴侶從事性行為 而若你是未婚的 那你也不應該跟任何人從事性行為 那這樣就會推得性交易這件事情 本身應該被禁止的結論 不過呢 也有人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喔 關於這方面的論點 除了有些人是為了解決先前提到的 非法性交易產生的問題之外 也還有一些其他的觀點可以分享給大家 首先有人認為 個人自由權是一個相當基本而且重要的東西 這一派的人認為 只要你的行為不會侵犯到其他人 你就有權利不受干涉或者是限制 因此 如果從事性交易的雙方 都是出於自願而且樂在其中 整個過程並沒有讓誰受到傷害 或是侵犯到其他相關人士的權益 那麼他們之間的性交易行為 就不應該受到限制 另外一種類似的說法則指出 性工作者其實也只是用自己的勞力賺取報酬 本質上和其他的勞動者並沒有什麼兩樣 況且也不是在做什麼偷拐搶遍的事情 因此實在沒有理由禁止 其次 也有人從紓解生理需求的角度 來肯定性交易的合法化 這些人認為性行為就跟吃東西、喝水、睡覺一樣 都是人類很自然而且必須的生理需求 應該要獲得滿足 但社會上也總是有一些人在生活中 找不到可以從事性行為的對象 這時如果有合法的管道存在 就可以幫助這群人解決很根本的生理需求 那看完這些意見 我自己其實是這樣覺得 我認為最關鍵的爭議還是在於 我們到底要如何看待性這件事 雖然性交易產業有很多實務上的問題 像是如何適當的管理 是否真的能維護性工作者權益之類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覺得性是一種禁忌的話題 而且用不雅、低俗、污衊方式去看待性工作者 那麼即使性交易合法化了 性工作者在生活中仍然會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礙 那在這邊我也想要問問大家的意見 你是否贊成性行為可以被拿來買賣呢? 你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留下你的意見和我們分享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留下你的想法並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並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 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 2 2 3 3 4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